这件事情真的很让大家生气 这个是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小区 楼下正晒着被子 楼上的阿姨居然用水 故意的往下浇 这个楼上楼下之间有矛盾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人在家里蹦蹦跳跳 或者摔东西 肯定会吵到楼下 而楼下的跑上去理论 自然会激化矛盾 就这样来讲的话 楼上楼下之间有矛盾是很正常的 但是千万千万发发火也就算了 千万不要采取一些过激的行动 而像这种拿水 而且它是用的 可能就是厨房的脏水 用的塑料的一次性盒子浇下去 这是非常过分的 我们自己也曾经晾晒过东西 在阳台上伸出去晾晒 也遇到楼上洒一些水下来 就叫不明物体 你也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种事 确实做得很过分 没看见也就算了 看见这样的事情 确实是很容易让大家很生气 而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自己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心很安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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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